再來的話呢 最後我先跟各位提醒一下 因為最後這個有錄製聚集 所以你最後存檔的時候 請各位務必要存一個檔案格式 這個格式的話就是 記得 另存新檔 瀏覽一下 那你存檔的格式請你記得 要把它存成什麼 啟用聚集的活業部 你千萬不要存成一般的活業部 兩者有什麼差別 就是如果你假設你的Excel裡面 是有做了一些錄製聚集 或者寫一些程式的這個動作 那記得你一定要存成啟用聚集的活業部 如果你存成原來的這種活業部的話 那它會有一個狀況 就是會把你的聚集 剛剛做任何動作全部都刪掉 也就是不存在了 所以記得不要存錯檔案 如果你假設你的Excel裡面 是有做錄製聚集 或者寫一些VBA程式的話 那記得 不要存錯檔 記得要存這個 啟用聚集的活業部這個 OK 然後把它儲存 這樣就OK了 這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不要存錯檔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就要統計 到底哪個年齡成人最多 因為這個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如果你要做那個樞紐分析表之前 你要先確定幾件事 第一個 就是你的要統計分析的那個欄位是我存在 那個欄位的話 其實我們需要的是什麼 其實我們需要的是 從生日的這個欄位裡面 取出前兩個字 也就是先取得他是幾年 幾年次的人 那這邊會遇到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我要增加一個欄位嘛 我剛才增加到最後面好了 把這個先搬到右邊好了 因為這邊好像站了 我希望把叫年次好了 把它放在I欄 所以這邊已經站在這個空間 那我怎麼把它移過去 按Ctrl鍵 Ctrl鍵按它 這樣就可以多選有沒有 然後把它移過去 這個時候就可以移動它哦 按Ctrl鍵 移過來有沒有 那這個按Ctrl鍵 移過來 OK 看有沒有四個一起選 四個一起選 這樣也可以吧 也可以 四個一起選 好 就可以把它移過來 那請你在I3上面 加一個欄位名稱叫年次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需要一個欄位名稱 叫年次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年次的欄位名稱 跟隔壁長得不一樣 所以我把隔壁的這個格式 用那個複製格式 有沒有 常用裡面的複製格式 刷一下這個格式 複製過來讓它長得一樣 多一個欄位名稱 叫做年次 然後呢 我們需要把生日的前兩個字 放到這邊來 比如說七十 六六 七五有沒有 那當然你可能直覺想到說 老師我知道我用前兩個字 我們上禮拜有學過一個函數叫Lapt 有沒有Lapt的話呢 這邊不是Lapt 那你想說Lapt 那我就取這個生日裡面的前兩個字 那取出來理論上我看到的是七十 應該這邊得到也會是七十吧 可是你會發現 取回來的結果 居然是 怎麼是二十九呢 跟我看到的完全不同 那跟各位講一下 七花為什麼會這樣 沒有我看到的 跟實際上的 為什麼會不一樣呢 其實主要的原因在這裡 其實原因就是你只要把 其實也是出在 剛剛有特別講到的格式上面 因為格式是表面上看到 像日期生日為什麼會長這樣 因為背後有格式 所以如果你要讓它打回原型的話 很簡單 按右鍵 出成格式 讓它恢復成原始的狀態的話 那就是所謂的通用格式 OK 所以如果假設你把格式拿掉的話呢 換回原來的原始狀態哦 它就會出現的結果是 二九八四六 欸 想說這二九八四六怎麼來的哦 其實跟各位講哦 在Excel裡面呢 一個日期 它實際上是有固定規則 什麼規則 就是那個日期哦 跟一九零零年的一月一號 相差幾天的意思 OK 所以特別注意哦 也就是它的生日 距離一九零零的一月一號 有這麼多天 兩萬九千八百四十六天 這麼多天啦 OK 那當然呢 如果將來你直接給人家 這個日期 這個訊息 放在這邊人家看不懂 所以最後為什麼會把它格式化 所以你會發現 剛剛砍說自己一下 把它復原 也就是說它背後 實際上有個格式啦 這個格式就長這樣 日期裡面這個格式 那它的公式呢 就是在置地裡面 置地裡面只有這一串 所以這一串裡面哦 你可以看到這個就是 把它格式化成你看得懂的樣子的 一串格式的規則 不過啦 你不知道這個訊息也沒關係啦 反正你大概知道說哦 原來這個在Excel裡面還有分格式哦 跟實際上原始狀態的差別 但問題還是沒把問題解決 可是我有什麼方式呢 可以把我看到的 跟我要取得 是完全Match的 那這個地方該如何做哦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可能就需要用到一個函數 叫做Test 所以哦 剛剛不是我們用到一個函數叫Test 就這個函數 那Test在這邊有沒有辦法用 你可以哦 那怎麼用 就是呢 我可以直接在這邊先 先做一件事 先把生日的那個 E4儲存按右鍵 儲存格式哦 那請你切到制定裡面 把制定裡面的 內型下方的這一串文字複製一下 為什麼要複製哦 因為待會請你把它貼到Test的 FormatTest裡面 把它按確定哦 OK哦 然後這邊的話呢 就直接在插入那個 我們剛剛用的那個Test函數 請你直接把剛剛那一串哦 直接貼到Test函數裡面的什麼 第二個參數 就是FormatTest 前後雙以後先給一下哦 我剛剛講 一定是Test的文字 然後呢 請你把剛剛我複製的那一串公式貼到這邊來 接下來的話呢 再把Value直接指到生日 那你會發現哦 它會幫我做什麼 其實Test函數就是 幫我把原來的 29846這一串數字哦 經過這個公式之後 直接就變成一串文字了 也就是真實變成70 斜線9斜線17了 那如果說假設哦 你再利用什麼 Labs函數去切割前兩個字 那基本上就會成功了 所以哦 完成之後按確定 好 70有沒有 斜線9 斜線10 那這兩個看起來一樣 可是實際上這個是假的 那這個是真的變成一串文字哦 所以我直接把這個Labs的前面哦 再加上Labs好了 所以我再 幾個方法 乾脆把這個公式剪下好了 再插一插入把它剪下 然後再插入什麼呢 Labs函數 然後把剛剛那一串公式 再貼到它的Test裡面 那Number Chars呢 給2就可以了 因為有兩個字 所以你會看到呢 它得到就70按確定 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到 它得到就會是對的啦 OK 上下填滿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底下應該就會取得 相對是正確的 這個它的什麼 它的那個生日等的年的部分有沒有 而且是民國年哦 但是哦 各位注意一下哦 目前你們發現哦 年次這個資料呢 它是靠左還靠右對齊 靠左對齊對不對 你說老師為什麼要特別注意 靠左還靠右 因為如果假設是靠左對齊的話 那請特別小心 理論上哦 在Israel裡面 如果是靠左對齊的數字哦 那實際上它並不是數字哦 它實際上是文字哦 也就是說呢 這個文字前後是有雙引號的哦 那只是說它沒有顯示出來啊 OK哦 那如果是文字的話哦 它沒有辦法做計算 所以呢 如果你要算說啊 比如說70到79 它是一個群組 它一定要是數字 如果不是數字的話呢 很抱歉 它也沒有辦法幫你做群組 所以特別注意哦 最後我們還要再做一件事情 要把這個70的文字怎麼樣 幫我轉換成70的數字 所以最後還有一個哦 70有沒有 如何轉換成70 沒有前後雙引號這個東西 還記得吧 我記得好像是上課好像有講到 有一個函數 就是直接可以怎麼樣 把文字轉換成數字的 那個函數的話呢 我習慣直接乾脆這邊打 或者你把它剪下貼 直接在lapt跟等號中間呢 打一個v好了 打一個v 英文的v v 這個時候會出現一個value函數啦 有沒有就這個啊 value value就幫我把原來的數字 文字轉換成數字 它會幫你加上前刮壺 所以再補一個後刮壺就可以了 後刮壺再加一下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哦 你把它加打勾之後的話 那你會馬上發現 它的對齊方式 馬上就會不一樣了 把它打勾 有沒有 然後把它向下填滿 有沒有發現 加了value有加跟沒加 最大的差別是什麼呢 就是呢 對齊方式馬上靠右了 表示說什麼 靠右呢 它就已經變成數字囉 OK 好 那變數字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拿這個欄位 做樞紐分析 不過啦 這個欄位要做樞紐分析之前 還要注意第二件事 就是你如果要使用樞紐分析表之前 第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先確認 你有沒有那個欄位 我已經把它變出來 這個有了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注意第二件 就是你的資料一定要正規化 什麼叫正規化 就是你的欄位名稱 如果不在第一列的話 請你把它變在第一列 不然的話它會做統計分析的時候會出錯哦 所以啦 第二件事情 請你把第一列跟第二列 把它刪掉算了 因為我們現在好像 欄位名稱變成在第三列 這樣會影響樞紐分析表的使用 所以呢 請你把這兩列給刪掉 第一列跟第二列刪掉 好 這樣子就OK了 欸 不會有個問題耶 按鈕變形呢 Ctrl一下 所以喔 如果假設 如果你假設不想讓這個按鈕變形 可能它再做一件事啦 就是 按Ctrl鍵 再去點這兩個 然後呢 按滑鼠右鍵 把它的物件格式 改一下 這邊有個摘要資訊有沒有 大小位置不隨出神而改變 按確定 不然的話 如果你假設把它 如果你沒有做這個設定 它會變形 好 那這個時候再把它刪掉看看 有沒有發現 它沒有變形了 不過這兩個變笑臉跟叉叉 移一下去好了 按Ctrl鍵 把它移到下面去 這樣就OK了 好啦 那這樣我們就已經準備好了 待會呢 我們就要來看那個 蘇柳分析表的部分了 不過今天好像時間有點不太夠 蘇柳分析表我想 下一次再來講好了 所以今天原來的進度 大概就先講到這邊 所以剛剛我把它 感觸自己復原一下 我剛剛講了哪些 重點提示 第一個 就是把這個年次的部分完成 這個年次工是滿長的 那這一串如果假設 你有漏掉 或者是有些地方不太清楚 在看影片 或者是雲端白板上面也有打 我記得雲端白板上面好像也有 參考的答案 在這裡 第幾頁 第八頁地方 剛剛這一串公式 OK 然後把它向下填滿 再來的話 記得就是把這兩頁刪掉 不過這兩頁刪掉 它這兩個按鈕會變形 我剛剛講 如果你不要讓它變形的話 記得就是按Ctrl鍵點這兩個 再按滑水右鍵 這個物件格式 找到大小 摘要資訊 記得原來是摘要資訊的大小位置 不隨儲存而改變 按確定 再把這兩個刪掉 這樣應該是OK的 然後 如果我想知道 到底年齡 幾年級生的人最多 這個要怎麼做 還是要這兩個 這兩個跑位 OK 那也就是下一次我們再來看好了 蘇女分析表 今天本來想講 但是蘇女 這樣講應該會時間不太夠 因為快下課了 就是做 統計 簡單的統計 其實我覺得蘇女分析表 算是它一個很棒很強的 而且會很簡單的一個功能 如果你會的話 等於是 將來你要做很多的統計分析 就非常非常簡單 OK 那至於怎麼做 下一次我們再來看 最後請各位注意一下 今天的作業 理論上你記得 存檔的話記得另存新檔 其用具活躍戶存檔 那檔名不用重改 因為每個人都有獨立的MODAL的空間 不會跟別人重複 OK 但是請記得 你要自己完成 你反而在練習自己完成 你千萬不要借給別人 或者是用別人的 因為之前有同學 好心借給其他人 作業來繳交 結果變很麻煩 不知道誰到底誰借誰 不知道 所以我就把他們的成績 通通相加 兩個就除以二 比如你應該一百分變五十分 三個的話就除以三 變每個都三十三分 好 好 那 大概是這樣 好了 來